簡單的講就是說 一個審籍是同一批法官 要麼一個要麼三個 同一批法官不管開幾個庭 就把它當成是一個審判庭 當然是一個審一個審來算囉 不過其實我覺得 我也不是很計較這個 法庭的贏根書啦 如果按照法庭的贏根書來判斷 那我們早出局啦 我們應該是倒過來啊 我們應該是二勝十四敗吧 因為法院總是 總是這個有權勢的人開嘛 但是中天因為他本身是一個 有影響力的媒體 所以在司法的路上 在對上的是現在 豎倒胡孫散的一些蔡英文的幫眾 再加上那個陳耀翔跟NCC 確實有點過街老鼠了 很離譜啦 你看馬英九時代不與換招的是 年代綜合台 新文台在事隔二十幾年之後 竟然還出現被整個就這樣停播 到現在中天關台是12月12號吧 應該是三年半 快要四年的時間了 我覺得該是還給 不是還給中天一個公道 該是還給粵聽大眾一個公道的時候 大家要記得我一直在呼籲一件事情 陳耀翔只是一個戴罪羔羊 他的背後還有一個人 他的背後呢 那還有他的這個平行的部分 因為陳耀翔現在開始撇清責任嘛 他說NCC是委員制 沒有錯 確實NCC是委員制 而且委員說實在話 就跟立法委員差不多 他們都是一些從校園啊 從一些那種很不怎麼樣的地方 弄出來的一些不怎麼樣的人 所以他們的心態就是五日經兆 他們未必會有聯合行為 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責任不是陳耀翔一個人 是當時不與換招的七個人 應該要全部的負擔責任 因為當時是七比零 那我也不能理解 像陳耀翔這樣的人 他如果回到臺北大學去教書 會不會被學生抗保抵啊 這個我很懷疑耶 他怎麼樣講出他自己 在法律系上面 如何可以依法論法 站在什麼樣的角度 可以去關掉一個 臺灣的主流媒體 我覺得這件事情實在是很扯 那你再攤開看 中天的每一個案子 當時被成案的一個原因 都是因為有人檢舉 有很多觀眾檢舉 臺灣的節目 哪一個沒有很多觀眾檢舉 所以這種笑話 我覺得NCC真的不要再鬧了 那現在看看 陸陸續續會還給中天電視 一個公道 不過我深深的期望 兩件事情必須要落實 第一個是賠償 第二個是追凶 這兩件事情在轉型正義的過程當中 就缺一不可 所以若我們開箱的朋友們 還有中天頻道的一些支持者 要記得這兩件事情 沒有落實的話 同樣的例子將來會發生 在別人的臺身上 這件事情永遠沒有公平正義 第一個就是要賠償 恢復原狀加上賠償 那這個賠償呢 不能由國家來賠償 因為這個做法 這個作為啊 關掉媒體這個作為 不應該是受到 國家的法律保障的 一個公務人員行為 這形同於一個公務人員呢 假借他的 比方說一個警察 穿著制服 假借他是警察的名義 然後去洗劫一個這個 超速的計程車司機 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沒有人賦予警察 在穿著制服的時候 可以去搜這個駕駛的身 或者是搜刮駕駛的財物 所以這不是職權行為啊 這不是作為警察應該做的行為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主張說 你NCC的委員 關掉中天的這一件事情上面 他超越了憲法所賦予的 新聞自由跟言論自由的奮進 所以這不應該算是 NCC的委員的職權行為 因為任何一個公務人員都知道 他的所作所為不能超越憲法的層次 所以我覺得朝這個角度去打 我希望看到不是國家賠償中天 因為國家賠償中天沒有意思 因為這是拿著大家的錢去賠大家 等於是把左口袋的錢 去賠了右口袋的錢 事實上應該要找到 冤有頭債有主 應該是要找NCC的七個委員 去負責賠償中天 因為如果他們做了這樣的事情 我相信他們以後就會依法論法 那另外一個就是要追凶 是哪七個委員做下這樣的一個裁定 這七個人必須負責任 好 這邊非常感謝千老再臨 不如一記在首給我們的贊助 董事支持 然後呢我剛剛看到 我們小編在那邊說 什麼 那個時候才大三 是什麼時候 中天關台那時候嗎 好 那在這邊其實講到說 為什麼NCC講說他們14勝 這個我稍微做一下解釋啦 就是說當然我們在打官司的 這一個部分呢 就是說它的那個14勝 有些不是在這個裡面 就是說因為中天 陸陸續續被查法案件 其實不少啦 那有的案子呢是有打官司 有的案子其實是沒有打官司 就是直接繳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不能用這個來作為一個 唯一標準跟依據 因為就像彭P講的 哪一個新聞台沒有被開罰 從以前到現在來看啦 就沒有哪一個 應該沒有吧 應該沒有哪一個新聞台 是從來沒有被罰過吧 那至少有一些台可能 大家關注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我們講主流媒體好了 就是我們就是五十幾台 這幾台沒有哪一家沒有被開罰啊 那你要用這樣的標準 然後呢更何況很多案子 都已經翻盤了 你要拿這些來關中天 然後更何況你現在又 輸了這麼多場官司 好 這句部分呢 我們給大家看一支 我們最近的這個新聞台喔 大家會更清楚 就是說到底怎麼回事 還有呢它這個NCC 沒道理到底是沒道理在哪邊 好 我們一起來看 這支新聞台 15件NCC已經敗訴了耶 沒有沒有沒有 中天只贏兩件 我是說訴項當中的 十件十五件 你都是很多嘛 那你的標準根本很不一樣耶 沒有啦 這都是名子名高耶 中天與NCC訴訟 連十五勝NCC主委 陳友祥卻不認錯 欄尾再追問 52台是否該還中天 那NCC如果敗訴定驗的話 要怎麼把52台還給對方 你們怎麼知道 明知對方還在跟你打官司 你也不一定會贏的情況下 就曹曹把52台給別人 怎麼處理 沒有52台的所有權啊 如果官司輸掉的話 要怎麼處理 是不輸掉 那是到時候最後的決定 NCC醜罪關中天 一一被法院打臉 陳友祥卻置身世衛 不願買單 北高型法院判決 裡面還有在講 你們準備好了 國賠79億嗎 如果說這個案子 到了最高型 這個法院判決 你們敗訴之後 陳主委 你要負連帶賠償責任嗎 你是主責 為什麼會沒有這個問題 陳友祥強調會上訴 無視NCC的訴訟費 要花人民的納稅錢 讓招委陳雪萱都看不下去 以國賦孫中山比喻 要NCC投降吧 國賦孫中山先生 12次失敗成功了 你們打官司輸了15次 你還繼續打 你們就投降吧 15次了 你訴訟費用錢很多是不是 明天審議賬我把你訴訟費用全部給你砍掉 你們自己出錢喔 就是不瞞NCC態度囂張 在2002年中天政論節目直播時有農民口誤將兩百萬斤的文旦丟水庫降成兩百萬公頓 即便在兩分鐘內就更正NCC人創惡力開罰中天一百萬 兩分鐘就更正了啦 對 你如果說隨便一個人口誤就要把那個電視臺我們就太可怕了誰沒有口誤過啊 你說是先射箭再話吧 通平NCC先射箭再話吧 就是衝著中天而來 藍尾黃靖豪更直接開槍陳佑祥 若正南榮還在世 還會想關中天嗎 如果你覺得今天正南榮在世的話他還會去關中電視臺嗎 沒有真正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如果你說殺人放火這種恐嚇這種言論怎麼會是言論自由 今天電視臺要怎麼樣殺人放火 你把這不同言論不同立場的電視臺 視為跟殺人放火一樣 你確定就是你要講的話嗎 即把中天比你成殺人放火 陳佑祥言論令人傻眼 NCC拔護關電視臺中天清白何時該還來 藍尾黃靖豪台北報導 其實剛剛我們看到許曉星的說法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當初NCC是拿著 因為我們被罰的這些案子來關我們的話 這當然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由之一啦 那這些官司呢我們陸陸續續 雖然都不是到最終審 可是呢陸陸續續都拿下了這麼多的勝訴 那很顯然的嘛當初開罰就無理 那既然當初開罰無理 那怎麼可以用這個作為依據跟理由 把中天給先關了呢 那即便彭P剛剛講的 我們要爭取就是恢復原狀嘛 但是即便恢復原狀 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所損失掉的 它已經不是用金錢可以比擬的了 我們所損失掉的是 我們很多的月聽眾 我們所損失掉的 就是不是只是用錢 就可以來做衡量的 更何況 哇剛剛講那一句 沒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這句話我聽得很扎心耶 彭P你作為資深媒體人 然後又就是待在台大新聞所 那麼多年就是對於 沒有百分之百的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啦 沒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這句話 你有沒有覺得我不知道 我們心情是不是相似的 這樣講啊 美國的這個開國的一個元勳 Thomas Jefferson有一句名言嘛 在政府跟媒體中做取捨 他說我寧可有媒體而無政府 也不要有政府而無媒體 我們把這個東西來權衡 這世界上百分之百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一個非常武斷的東西 但是我們要把它放在 一個天平上來講 如果沒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就同樣的 這世界上有百分之百的政府權威嗎 當然是沒有啊 對不對 有百分之百的 這個法律權威嗎 沒有啊 因為當司法官 如果探章枉法的時候 法律的威權就蕩然無存嘛 今天一個全世界妥協平衡 這種所謂言論自由跟言論傷害的 一個最後的一個折衷點就是說 對 如果你的言論自由超越了 憤激然後造成別人的傷害 那你就罰錢 你不能夠說我動口你動手 所以這個誹謗除罪化這件事情 在全世界是先進國家的潮流 只剩下這種像這種金正恩啊 這種就直接拖出去斃了 所以陳耀祥作為一個法律系的教授 對於言論自由的定義 跟對言論自由的認知 其實竟然是如此的膚淺 我不反對 今天如果說 某些電視台或是某些言論 超越了愉悅的犯計 你可以用民事訴訟的方式 要他對傷害的人提出賠償 那今天坦白講 政府管媒體的這件事情 就有點離譜了 就像這兩天 司法法治委員會在討論一個問題 司法院的秘書長 接受立法院的委員質詢的時候 他一副傲慢的樣子 他一副就說你不能干涉個案 你要請你尊重這個願計分計 意思就是說 你我司法院是堂堂一個大院 你立法院不能管我司法院的事 天底下有這種事嗎 對不對就沒有這種道理啊 就是說今天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今天NCC做個獨立委員會 他說管媒體就管媒體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是 是誰授給他這麼大的權利呢 因為啊現在的媒體 跟過往的媒體有很多的不一樣 是因為現在有很多社群媒體 然後有很多的這種小眾媒體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百花爭鳴 這個百家爭鳴 百花齊放的時候 你就讓這個市場 去保持一個叢林法則 讓他們呢 在一個健康的生態下互相制衡 最後我們能夠說 讓觀眾有一個自己的選擇 媒體的禁用權 就是讓你有遙控器 你可以選擇你要看的東西 而不是去關掉別人 或搶走別人的這個選台器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那我今天要說的是說 你陳耀翔作為一個NCC的主委 你這樣子硬拗 是會留下歷史記錄的 我強烈的建議中天喔 你們應該出一部書 就是中天關台權記錄 或者是那個書名叫做 台灣言論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然後你把它出了以後 我幫你把它送到這個 美國國際圖書館 送到英國大英圖書館 讓它永久保存 記錄下台灣歷史上的這一段 媒體如此被 特別是新聞台啊 如此被強害的歷史 讓它能夠放在全世界的 言論自由的市場跟圖書館當中 我覺得這對於後代的 這些子子孫孫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堂教育的課 我強烈的建議中天 打這個官司的過程 就應該把書出出來 那我其實覺得喔 中天也不要太倚仗 這個行政法院的判決 或者法院的判決 說不定哪一天賴清德的手伸進去 你們又開始敗了 那個時候會很尷尬 所以我的意思是 這個事情就認為法院 就最後把它交給法院 其實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應該回到事情的本身 就事論事 是的 我在這邊呢 非常感謝大家線上的留言 然後我看到勿忘初心 問了一個問題 我就這邊稍微解釋一下 說為什麼不直接申請赴台的訴訟呢 好 因為我們現在能打的官司 叫做就是他當初關中天這件事情 他的在整個審照的過程 是不合理的 就是不予換照的這個決定 是不合理的 好 所以我們去打了 這個的行政訴訟 但即便這個行政訴訟贏了 它所代表的意義是 當初NCC的不予換照決議 是有問題的 但不能直接等於NCC 就會通過換照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觀念 所以說沒辦法直接申請赴台 的原因是在這裡 就是說按照法律上的邏輯順序是 就是我要先說 我要先打贏這個叫做 你關我們台的這個 不予換照決定是錯的 然後呢 你得從頭來過 那這個也是危險啦 因為從頭來過 NCC的委員到時候又是誰 又是誰的人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存在 有可能 所以羅志強講說啦 就是要嚴審預算 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這接下來呢 非常就是應該說是期許啦 就是說國會真的要監督好 給他監督上去 講到預算問題的話呢 NCC在這段時間喔 包含的是真的是很離譜啦 什麼那個訴訟的預算 就那邊增加嘛 他也是想得到嘛 不是只有中天的官司喔 其實其他台 也有在跟NCC打官司喔 也就是說他的財閥 很多時候是不被接受的 不是只有中天 只是說因為中天已經 嚴重到最終被關台了 所以呢 這個聲音會比較多一些 然後大家的討論度 也會比較高一些 其實新聞台跟NCC打官司 這個是還算常見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是正常的打官司 正常的預算應該要夠用 可是現在還想要去加預算 那就代表說 哇 他打官司打到 覺得那個錢喔 訴訟費又哇啦啦啦啦 流出去喔 反正也不是從他口袋拿出來的 然後呢 還混到什麼程度 還混到就是被抓包啊 怎麼樣呢 就是NCC喔 他們的那個一些報告案啊 報告案就是那個叫什麼 去備詢嗎 電視台換照這件事情 然後去備詢的時候呢 那個報告書喔 用一萬三千字 有九千多字都是前一年的用詞 也就是說呢 他要準備去備詢 他所準備的功課資料 所交的報告書 他就把前一年的拿來 修修改改 還改不到一半以上 我一直在想 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風氣 自己抄自己啦 自己抄自己啦 就是說這樣的風氣是不是 從蔡英文論文門的 敗壞就開始了 就是整個的政府啊 根都爛了 彭P 這件事情我覺得中天的結果 會比蔡英文論文門 來得容易伸張 原因就是說 因為陳耀祥是過街老鼠 而且陳耀祥跟一個電視台 這兩個東西權衡起來 他的輕重會很懸殊 但是因為蔡英文是掌握了 所有的這個權利於一身的 民進黨黨主席 加上這個總統嘛 這至少過去七年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在這個司法的路上 打得非常的辛苦 那我倒是覺得 當然這是冒險的啦 其實中天可以先打民事訴訟 要求手害非常 但是要贏的機會非常的少 這是我的看法 但是論文門大家不用灰心 我們很快就會大翻盤 因為在法院現在看起來 很多的法官也在關風向 我覺得有兩件事情是很難贏的 一個是告法官幾乎不會贏 另外一個是告行政官員 非常難贏 最後被判成國家賠償的機率 勝訴的機率也是有5% 所以這是一條漫長的路 但是中天作為一個非常大的媒體 我覺得它是可以有很多的籌碼 跟這個政府去施壓 把這個公平正義還給中天 那我覺得可以採取更激烈的手段 你知道現在的政府官員 非常非常的無理 也非常非常的不講理 所以用斯文的手段 似乎是沒有用的 我期待這一屆新國會 能夠有更強悍的壓力 剛才講說羅志強說要好好的 監督NCC的預算 我覺得我若是國民黨 我將心意恆 我直接把你NCC的預算刪掉 把這個球丟給NCC 你把你做錯事情導證 我就恢復你的預算 我覺得應該這樣做才對 而不是說把關 然後很斯文的刪他一些預算 你知道他們這一些做預算的人 當時都會把這個預算做一定程度的灌水 然後最後做決算的時候呢 再來大筆的浪費金 浪費錢 因為他們覺得會被這個 民意代表大刀一砍 所以如果他今天要五億 實際上只要五億他一定要八億 那現在你去砍他 剛剛好而已他沒差 所以我覺得對付這一批惡觀 要有更強硬的手段 最近有人可能聽到了我們的節目 談到的開始在討論 是不是應該叫這個蔡英文 到立法院去做報告 那民進黨很緊張喔 因為接下來如果這個案例 先例成了的話 就會輪到蔡英文 那民進黨的委員說這個違憲啊 什麼有的沒有沒有 這完全沒有 因為憲法上明文修正 我記得是憲法的修正條例 明文規定必要的時候 得請這個總統到這個立法院 去做實證報告 所以我覺得國會好不容易 國民黨跟民眾黨加起來 強勢過半 要拿出強勢的作為 因為這個政府太不講理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 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也因此越來越多人選擇 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株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經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各一位 通道 四百鹽 全每次 一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